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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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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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暴胸 然後再緩慢的放下來 兩腳都要 建議 對 兩腳都要 然後建議一隻一隻腳做這樣子 一隻一隻腳做 對 要同時 對 同時也是可以啦 就以你的狀況 因為同時它會比較費力一點 對 好 做完的時候我們再慢慢的起伸 然後起伸的時候你要先側一邊 對 然後腳垂出床圓 對 然後再慢慢的撐起來 這樣子 對 像是脖子的部分呢 你可以做一些往右邊側腕 跟往左邊側腕的動作 這樣子嗎 對 一樣重複五到十下 要用力嗎 不用 要放鬆就好了 就輕輕有動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用力 對 然後頭往前彎 對 前後這樣 對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往側邊轉的動作 像是這樣 這個動作 對 腰部 對 腰部的 對 然後再往左邊 這樣 這樣重複五到十下 就是盡量要把那個 身上的關節稍微動一動 就是盡量有讓它伸展到 對 好 然後呢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慢慢起伸了 好 在家可能因為太熟悉家裡的環境 難免在做運動的時候會有一些壓力 建議到戶外的地方 像是公園啊 或者是說一些空氣比較好的地方 幫助放鬆心情 適合做什麼運動 我們就請初次來來幫我們示範 好 像是我們可以搭配吸土的動作 吸氣的時候手往上伸 對 然後呢 再緩慢 吐氣的時候慢慢放下來 對 然後再緩慢的吸氣 再吐氣 然後重複五到十下 對 然後或者是說側邊的伸展 像是這樣子 對 然後拍手 然後一樣搭配吸氣吐氣 好 你也可以做一些像是這樣子的運動 對 往側彎 好 緩慢的放下來 然後再軟另外一邊 好 一樣重複五到十下 對 然後呢 腳的話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就是往上抬 對 然後像是阿姨它穩定度它比較差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建議有一個東西可以扶著 像它這樣子有撐著的話 穩定度就會比較好 就可以再做一下 對 等一下 轉一下 好 好 往前 往前 稍微抬高 要抬高 對 然後再往前慢慢的提出去 對 然後再慢慢的放回來 對 一樣重複五到十下 藥物控制是主要的 還有搭配運動的話 就是放鬆心情 病人本身的心情如果放鬆的話 他就是在做治療的過程中 對於他的病情也會非常有幫助 其實我們平常在家可以準備三種東西 像是這種糖粒袋 還有橡皮筋 跟這種軟球 我們現在就一起跟著練衣 還有蘇貞阿姨一起來運動吧 握住它 然後維持五秒之後放鬆 對 然後握住 然後放鬆 是增加你的手腕的肌力這樣子 對 然後一樣兩個手 兩個手都要做 對 這也許在看電視的時候 對這個是在 這個就是看電視的時候 就是可以做的 對 不一定要局限就是 可能特別去做這個 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或者說 你在坐著休息的時候 都可以拿 就是可以稍微 隨時都可以做 對 這都是家裡拿得到的東西 對 然後你就往外伸長 對 然後手要打開 要打開 就這樣 這樣 對 對 這個是 增加你的手掌的外掌的力量 這個其實都是家裡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就還沒方便的 這個可能就是要特別去買 這樣 你要調整 然後 往外 對 就看我能夠拉多長就拉 其實就有出力就可以了 對 然後維持五秒之後 然後再放鬆 對 然後維持五秒之後 再放鬆 手背這邊會痛 會做嗎 有出力就好了 對 因為其實不要影響到你的 另外的臨近關節 如果你因為要做這個動作 反而使你的這邊更不舒服的話 就不建議做這個活動 因為這是在你正常 不會不舒服的情況下去做的 好 其實在臨床上 有遇到滿多 就是不少癌病人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不可以復健 可是其實他們是可以來 來這邊復健的 然後經過一些簡單的治療 其實都有獲得滿大的改善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到醫療院所 來尋求物理治療師的諮詢 不是的 其實你在急性期的時候 你可以明顯地觀察出 關節紅腫肋痛 那就是急性期的狀態 其實它可以尋求物理治療 我們會幫它做冰膚電療跟雷射 因為冰膚它有降低發炎反應的效果 然後電療也有消炎止痛的作用這樣子 然後雷射它是降低發炎 就是組織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是說不適合做運動 它是要多休息 但物理治療還是可以尋求的 我們的水中胎有一個浮力在 它可以減少就是關節的壓力 所以在游泳是對癌癌的病人 其實是滿有幫助的 好嗎? 對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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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